每刀報稅季 民眾仔細計算自己的稅額 該找的不能少 但能節稅的也不會錯過 由於法定成年年齡從2023年起下修至18歲 因此申報去年綜合所得稅時 必須留意子女年齡是否已經成年 我覺得對我來說影響不大 因為其實18歲跟20歲 其實這個年紀都還是在念書的期間 那通常既然還在就學了 家長都可以把它列為撫養 不管他是不是有在打工 那還是因為他在就學的這個部分 所以他還是我可以把它列為這個撫養 由於台灣目前普遍學生大多都會完成大學學業 因此只有少部分的家長會受到影響 我目前有兩個小孩了 那老大已經16歲了 老二現在還在國中 對 那等到他們畢業 通常因為我們基本上應該都是大概到大專校院才畢業嘛 就是22歲以後才會到考慮到他們的這個報稅的事情 法定成年年齡從20歲下修到18歲 考量的原因是因為現在網路科技發達 再加上大量的資訊普及 因此現在的青少年身心發展 還有主觀意識也和過去的時代不一樣 而因為成年年齡下修至18歲的緣故 2024年宣報綜合所得稅時 要留意子女是否已經成年 除非還在校就讀或是身心障礙 又或是無謀生能力才符合撫養資格 以子女為例剛好他年滿18歲的話 那這個年度比較特別 因為身分是子女 所以爸爸媽媽還是一樣可以申報撫養他 但如果是兄弟姐妹或者是其他親屬的話呢 那在當年度112年度他有年滿18歲 那他一定得要滿足 就是在校就學身心障礙或無謀生能力 這其中任一個條件才可以給納稅醫護人申報撫養 稅額的計算會受到成年的定義的影響 比如納得稅免稅額 以前是20歲以上你就可以享有免稅額 現在就是18歲了 另外一個就是遺產稅 他扣除額 是每個未成年的都有個定額 那離成年的年齡的差距 他都呈上了免稅額 例如死亡後已有一名19歲以及12歲的子女 其中成年的孩子只能扣除56萬元 但另一名距離18歲成年還有6年 因此每年可再加扣56萬元 扣除額就達到392萬元 最後家總可列爆的直系血清悲親屬扣除額 就是448萬元 稅收影響應該不是很大 另外一個方面就是我們剛才講過定義的下修 因為現在所謂的成年18歲成年 其實大部分都在就學階段 結果差別的話頂多就兩年 對政府兩年的差別 財政部還有我們的國稅局 還有地方政府的稅金機關 要多宣導這個成年的定義 對他的所得稅 遺產稅 贈餘稅 還有房屋稅 地價稅的印象 不過2024年報稅新制要注意 包含一般免稅額從9.2萬元 調升至9.7萬元 另外標準扣除額 以及特別扣除額也同步調升 除了有全新的手機報稅3.0 也新增超商現金繳稅功能 等到5月報稅季來臨 納稅人可以多加利用 TVBS新聞 李楊楠謝丹 慈泰報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